本周的房市关键字 我们来看看老公寓老大楼 到底该怎么选择呢 事实上这一支是不少购物族 会陷入两难的问题 因为各自都有优势 最明显的无非就是老公寓 享有实际的坪数 使用面积较大 总价较低 而老大楼则有电梯方便进出 两房总价较为清明 我们就实际带大家来看看 全台的老公寓 近年涨幅最凶的是台南市 涨幅超过了40% 空间是很大的 那原因是什么呢 老公寓还有哪一些优势 来看看我们的分析报道 老公寓好像就是公社比 因为其实老公寓就是没有电梯 对对对 那我目前是住在老公寓 享受那些空间的确还蛮宽大的 对 就是以总价来讲的话 算是很就是相较 就是滑下是比较宽大的 老大楼为什么电梯比较方便 如果有家人要来的话 就是有可能会年长者行动不便的话 可能还是需要电梯吧 老公寓老大楼到底该怎么选择 今天我们就实际来到了中和 带您去看看例子 走 一 二 三 四 老公寓先爬楼梯 我们现在它的房子是三房 两天一套个月的安全 总共是25平的大小 对那我现在是开灯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采光 其实都算是还自然光线都可以撒得进来这样子 我零五十一年格局方正采光通透 总价一千两百九十八万 距离捷运站走路大约十分钟 是许多家庭客出手标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间是我们的主卧室 空间就特别的大 基本上你可以放得下松人床 然后帮我们的衣柜 甚至你有输入或是放开的空间 都非常足够 老公寓定义通常三十年以上就算 为五层楼无电梯 户数八到十户较单纯 老大楼则可指滑下为十楼以下有电梯 住宅大楼则为十一层以上 户数可达百户以上 当中又以五到八年成为新古屋 八年以上成为中古屋 一百一十年住宅交易中 已有电梯的住宅大楼互办局管 您好 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社区 它是我们左岸重画区 一个非常知名的住宅 那这间房子是我们三房两厅 两套位移的案件 另一个住宅大楼屋龄将近七年 登记屏数六十八点六三平 实际屏数三十八点五五平 含车位距离捷运站约七分钟 总价三千九百九十八万 想要找老公寓的客户 通常是因为他的家庭成员可能比较多 例如说他可能有长辈要照顾 或者是他已经有小朋友 可能甚至两个三个的时候 那受限于他的这个总价预算 他就会找旧公寓这样子 那如果他今天是可能年轻人 夫妻两 那可能没有小朋友的时候 他会希望有社区管理 可以随着丢了这个情况之下 就会找我们可能旧公寓 有社区管理的类型为主了 老公寓其实他多半就是 他的地点可能比较好 那他的尺分可能比较大 就是他的公寓可能比较少 所以你可以使用的空间 就会比较大 那总体来说 总价也可能会比较低一些 但相对来说新大楼 他就是第一个他有电梯 如果你是有一些 代售物件包裹的需求 或是有些人推娃娃车 要搬重物等等的 电梯它本身就是一个硬需求 以双合地去来看 电梯两房的类型最受欢迎 总价约为一千四到一千八百万 不过老公寓还是有一进市场 但就贷款来说也有人好奇 老公寓会不会因为屋龄 很难申请 它会不会有一些重大瑕疵 对 像可能有一些公寓 那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的房子 它是会有一些海杂物问题的 那如果你有重大瑕疵的话 贷款上就会比较困难一点 对 那其实公寓在一般的贷款上 其实条件都算是还蛮OK的 只是可能受限 它的那个因为屋龄比较旧 所以它的贷款延线 有的时候不会给你太长这样子 还有网友在PTT发问 老大楼比老公寓好吗 引发热烈讨论 原坡条列出老大楼优点 有电梯消防逃生设备 有官委会停车场 还有一些简单公共设施 社区中庭等等 但也有网友回复认为 老旧大楼跟老公寓的选择 主要看黄金地段 屋矿以及隔壁邻居 我个人其实不是看说 未来涨幅是多少 而是建议说 你今天买的房子 未来好不好脱手 那未来好不好脱手的话 一个关键因素是 它可能要找总价相对低的 因为客源会更多 但以数字来看 房价年涨幅是台南市老公寓 涨得最凶 从2021年每瓶十万 2022年已经成长到每瓶十四万 涨幅高达百分之四十一点六 台南市的大楼 每瓶十六万增加到二十万 涨幅也有百分之二十三点七 第三名是高雄市公寓 涨幅来到百分之二十一点二 台南的部分主要还是因为 南科的话题 再加上很多重大建设的加持 那当地其实新建一间接着一间开 那连带着这新大楼的价格 水涨船高之后 它也带动周遭的一个 老公寓的价格涨幅 高雄地区的部分 其实主要是三明 凤山还有林雅 这个几个区 其实它本来就是交易量比较大 那人口比较稠密 那相对地段也比较好 南台湾的中古市场 涨价幅度惊人 不过也因为机器低增值空间大 反观台北市老公寓 二零二年比二零二一 单价上涨百分之六点二 老大楼只有百分之四 机器高增值空间少 但事实上双北地区的老公寓 还有一个特殊现象 老旧公寓它其实总价 会有一个抗性 大概总价在一千两百万 到一千五百万左右 是大家可以接受的价格 超过一个价格之后 大家就可能会考虑说 我可能要考量 我可能会买一些屋顶比较新 但是相对比较远一点的大楼 统计下来发现 不少购物低总价门槛 大多设定在一千五百万 超过这个价格 就会转而参考 蛋白区的新建案 即便老公寓坪数十在 同样空间总价较低 但还是有天花板 不管哪一种房型 都还是要看自身需求评估 才能把钱花在道口上